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新华社报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天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北京时间,下星期二,16日上午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议,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回意见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昨日也宣布了上述的消息 他说,两国领袖会讨论如何负责任处理中美的竞争,以及如何有共同利益的事务上合作 他说,拜登会清楚地说明美国的意图和优先的事项,并明确坦诚地向中国表达关切 美国高级官员透露,拜登会在会面时说明欢迎与中国作强烈的竞争,但不寻求冲突 并指出,不会预期会面会带来大量实质的成果 据白宫官网的消息,白宫发言人普萨基11月12日在礼人的新闻发布会上确认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美国东部当地时间,下星期15日晚上,举行视频会议 普萨基在声明中说,在拜登和习近平9月9日通电话之后 两位领导人将讨论如何负责任地,管控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竞争 以及在我们利益相符合的情况下合作的方式 声明说,在整个过程中,拜登总统将表明美国的意图和优先事项 并明确坦率地表达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切 普萨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还说,这次美中视频峰会是美国为负责任地管控美中之间的密集竞争 而展开的密集外交的延组 更多的是,为有效地与中国的竞争设置条件,而不是尋求达成重大的成果 白宫发言人还表示,在令美国感到关切的领域,拜登总统在对话中,不会有所保留 普萨基被问到拜登是不是会向习近平提出新疆人权的问题 他回答说,进行这次领导人直接接触的目的之一,就是讨论有强烈关切和不同意见的领域 普萨基说,在新疆问题上,拜登总统不单明确表达了他的看法 而且拜登政府也采取了具体的行动 普萨基没有对拜登是不是会应邀出席北京冬奥会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 普萨基说,在涉及北京冬奥会或者任何邀请方面,我现在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宣布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11月11日报道,两名知情人士透露 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利用在下星期举行的中美视频峰会 以个人名义邀请美国总统拜登参加2022年2月份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 对于习近平将邀请拜登出席北京冬奥会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12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对媒体的猜测性报道不做评论 在中美视频峰会即将举行前夕,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了电话 王毅再次就台海局势,对美方强行表态 据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的消息,11月13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 王毅说,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将在北京时间11月16日举行视频的会议 历次的会议,不单只是中美关系的一件大事,也是国际关系的一件大事 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都希望会议,取得对两国和世界都有利的结果 针对台湾的问题,王毅表示,历史和现实已充分证明 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任何对台独势力的重用和支持,都是对台海和平的破坏 最终都将致食其果 布林肯表示,世界高度关注这次美中元首视频会议 双方已经为此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取得积极的进展 美方期待在会议中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 与中方分享对双边关系的看法,共同向世界发出强有力的讯号 另外,亚太经合组织阿平 第28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11月12日以视像方式举行 会议通过了2021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宣言 重新将团结合作,应对疫情,确保区域 以更创新、包容和可持续的方式,恢复增长 包括中美两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拜登 都出席了这次视频会议,并发表了讲话 看看荷兰的消息 荷兰今天实行新措施,很多产馆抗命 没有准时关门 荷兰今天新增将近14000例病毒感染 确切数字是13902例 昨日欧洲卫生机构ECDC已预测 未来一个星期,荷兰病毒感染人数将持续上升 日增可能达到18000例 意思DC并预测 住院和死亡人数相应亦会增加 今晚8点,荷兰北部尼华顿地区 至少有40间餐馆场所 将继续营业、抗议新的疫情措施 昨日宣布的新措施 餐馆要在未来三个星期内,晚上8点关门 消息传出后,海牙、殿下、布里达、斯沃拉 和奥克玛等多个城市访效 德国部署一万名军人抗疫 无能力沿着荷兰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导 德国希望在圣诞之前 调动大约12000名军人 以协助医疗保健 由于疫情的危机 德国的医疗保健面临着超负荷的危险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早期关键时 德国部署了大约1万名军人 到本星期六 德国感染7天平均值上升到病毒大流行 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10万名居民当中 有277人呈阳性反应 标准是50人 荷兰急诊协会主席戈默斯今天说 德国自顾不暇 今年无法帮助荷兰 接受重症患者 这里是荷兰悦耀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转发和订阅 下面看看中国的消息 洪都拉斯总统与南德之星期六对台湾进行访问 此行自在消除台湾和洪都拉斯邦交不稳的担忧 传达支持台湾的强烈信息 此前 这个国家在野党总统候选人表示 如果当选就与北京建交 洪都拉斯是目前台湾僅存的15个邦交国之一 这个国家即将在11月28日举行总统大选 叶南德之所属的政党正在面临着 来自在野党的严峻挑战 由几个在野党支持的总统候选人 前总统塞拉雅的妻子 尤玛拉·卡斯特罗在民调中取得领先 尤玛拉·卡斯特罗在竞选中誓言 如果当选就将大力改变 包括与中国建立外交和经贸关系 这个意味着撤断与台湾的邦交 蔡英文在台湾会见了总统越南德之 感谢叶南德之一贯以来对台湾的支持 并祝他大选获得胜利 全球首款吸入式新冠疫苗亮相 由中国军事医学研究院陈美院士团队 和康熙乐生物股份公司合作研发的 全球首款可吸入式新冠肺炎疫苗亮相海南建博会 引发舆论的关注 据中国央视军事频道11月12日的消息 尚述吸入式疫苗在2021年第五届 海南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亮相 观众可以现场进行体验 据了解 这款吸入式新冠疫苗 与肌肉注射使用了同等的疫苗 其制制的配方并没有改变 只是采用了不同的吸入方式 采用无法器 将疫苗无法成微小的裸粒 通过口部吸入的方式 进入呼吸道和肺部 从而激发粘膜免疫 而这种免疫是通过肌肉注射所不能带来的 它的外形像一杯奶茶一样 吸入式的疫苗 目前二期临床试验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正在推进紧急使用的申请工作 中国大陆时空伴随者的定义引起热义 今天 中国大陆在防疫工作中出现时空伴随者的定义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公布的时空伴随者的定义 接到通知要求进行核酸检测 并就地隔离 对这行的措施 引起了鱼林争议 一部分网友表示 这种大数据的方式能够解释很多无症状感染者 是精准防控的一部分 但这样做的确更安全有好处 又看看中国伤减方面的消息 继新东方之后 中国另一家校外培训巨头 好未来13日宣布 中国大陆义务教育阶段 就是小学和初中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服务 将在今年12月31日停止 好未来在官方微博上发表文章说 公司深刻形式 相减的重大意义 坚决拥护党中央决策的部署 严格落实相减工作的各项要求 好未来的前身是学而私 这间公司2010年在纽约教育所挂牌 成为了中国国内首家 在美国上市的中小学教育培训机构 2020年的数据显示 这间公司有34,733名员工 中国官方今年7月24日印发了 有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 负担的意见 即是相减的文件 要求坚持从严治理 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 神东方当日回应说 将深刻领会相减工作的意义 严格执行相关规定 《玻璃心》的作者又有新曲 因为一首歌曲《玻璃心走红》的 马来西亚华裔歌手王明志 日前又推出新歌《场外》 《The World》 在YouTube上传十几个小时点击量超过一百万 这首《场外》 是王明志受台湾金明园政府的邀请 为当地做的一首推广观光歌曲 亦是第六次为台湾城市推广观光 歌曲描述了《金门演》的《风土人情》 王明志在YouTube上介绍说 这是一首抒情的文章《漫歌》 是关于两个小孩的故事 他们互相认识、互相欣赏 对彼此并没有恶意 但他们之间一直隔着一道高场 没有人能够跨越 王明志意味深长地说 《漫漫细品歌曲和MV》 里面有很多奥妙的细致 和想要传达的信息 希望大家能看懂 歌曲中的女孩身着着红色衣服 坐红色汽车 离别时提着红色行李上 还有船上的红色座椅 寓以不言致命 画面最后出现的是北山播音场 金门的北山播音场 建于1967年右鸣深战场 距离中国厦门只有2公里 当年经常利用这个深战场 向中国大陆发布广播 歌曲最后唱到 我只要尽力相信 相信我们总会相遇 会在某年某月某一个转移 好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